如果让你大学毕业以后放弃城市的高薪职业 回到农村去调粪撞菜 你愿意吗 这个在现代社会几乎不需要思索的问题 放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 却是广大知识青年的主流选择 而它就是在国内被称之为上山下乡的执行运动 这下在国内被无数老一辈人奉为青葱岁月的运动 在国外却被嘲讽成了大陆反族现象 他们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费尽心思学到先进知识的青年们 学成以后不留在城市里去推进社会发展 却自愿重返农耕生活 更不能理解的是 这种现象在当时居然不是少数 而是覆盖了中国近2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歉移 甚至让当时的某些国家看了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何等的号召力 要是换在我们国家 除非告诉他们农村里有免费的黄金 估计才能勉强让这群少爷抬抬腿动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和大家聊一聊 上世纪我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背后 到底蕴含着怎样恐怖的能量 这股能量的主角之亲又到底给当时周边的国家留下怎样的阴影 大家好 我是真实军 1968年 人民日报发出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也可以大有作为 在我们现在看来 这可能就是一句话 但在当时几乎等同于一道行政命令 一道由人们自愿旅行的行政命令 并由此掀开了长达十几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无数城市里的年轻人开始前仆后继 奔赴农村农场 戈壁高原 在那里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 而这场发生在文革背景下的知青大迁徙 在我们看来是一场简单的教育运动 却在发生之初引起了巨大的国际震动 从北边的苏联 再到南边的台湾越南 看到这样的架势 无不绷紧自己的大脚趾 生怕这群人哪天就窜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要知道这可不是十几二十万人 这是动辄千万的迁徙调动 这调动的人甚至比大部分周边邻国的总人口还多 加上当时周边的几个邻国也不安分 战争味道非常浓厚 像在越南 美国就不断的在扩大战争 颇有一番十年前重演朝鲜半岛的架势 而台湾的国民党更是在美帝的出事下疯狂叫嚣 时刻准备反攻大陆 还有过去的苏联老大哥 也在珍宝岛战役后 双方关系破裂 中苏在边境成兵百万 大有一番随时开打的气势 赫鲁晓夫甚至叫嚣着要直接给中国做外科手术 现在中国突然来这么神志一手 并不是调兵 而是调动知识青年 这些老外无不抓闹客 因为去谴责吧也不好 毕竟只是学生 但不说呢又害怕 谁也拿不准这千把万人 会不会又和多年前一样 化身志愿军突然从自己的边境上窜出来 这些年轻人可以在今天的号召之下 放下笔拿起锄头叫知青 明天也可以在号召之下放下锄头拿起枪叫做兵 更何况这千把万人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打败美帝人民志愿军的子女 面对这样一股恐怖的力量 这些国外的广头们也就只能看着 然后发动国外的报刊媒体进行反击 什么剥夺了年轻人的自由 什么失落的一代人之类之类的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二鬼子 在国外关于上山下山的内容下方评论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他们只知道China曾经有一个迷之操作 叫上山下乡 却不知道这个迷之操作的主角 知青们会在日后给中国乃至世界 带了怎样的影响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大幕 那些还在农村插队的知青们 开始顺应时代的潮流 回到城市里推动发展 虽说在多年的农村插队生活 让他们失去了学习先进知识的机会 但这群知青们在艰苦的环境下 努力抗争和奋斗 在贫困山区落后的山乡 精硕磨练积极奉献 俨然已经成长为了共和国中间力量 换句话来说 这群人刚从农村出来 就挑起了改革开放的大量 他们充当极先锋 走进了各行各业的第一线 刚刚燃烧完青春 便开始释放余生 翻开八九十年代的名人榜 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 亦或者学者 你很难找到一个 曾经没有下乡插队过的知青 很多时候 那些外国人不敢想象 坐在谈判桌上的这个 侃侃而谈的中国老总 曾经居然是一个砍柴挑分工 更无法理解的是 这个砍柴挑分工 对曾经这段历史 总有着不一样的历史情节 所以 为什么说他们是 对中国乃至国际 都在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为正是这一代人 亲手铸就了我们如今美好生活 更是这一代人 让中国在1979年时 便正式买成民主复兴 如今还有很多人 甚至国人 都在网上为曾经的这群年轻人 鸣不平 觉得他们被强险剥夺了 属于自己的自由 觉得那是一个疯狂的年党 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 在那个文革的大背景下 上山下乡 确实在后期出现了很多黑白异乡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场运动 也让世界体会到了 曾经毛主席说过的那句话 好了 我是真实局 只讲真实历史 如果你看到没有所谓 不妨点赞关注 叫朋友 我们小鸡再见 谢谢大家